今天是8月1日建军节 而娱乐圈也是有众多明星之前都在部队或者文工团待过 所以明星也纷纷晒出自己的军装照 怀念那段军旅时光 沙翼这个名字 大家可以说是一点都不陌生 称得上是家喻户晓了 而经常被网友们调侃的军艺校草沈腾和洋洋 其实当年沙翼在解放军艺术学院的时候 颜值也是可以称得上是校草 别看沙哥现在中年发福 啥里啥气的 当年也是很多小女生的梦中情人呢 恰逢建军节 沙翼在自己的微博发了一条动态 看到粉丝发自己以前的照片 甚至说到妈妈 就不得不提到国民妈妈张小斐了 张小斐也在微博晒出两张军装照片配文 很久很久以前 我也是个穿军装的小姐姐 照片一看就很有年代感了 照片里的张小斐穿着军装 戴着军帽 手里还拿着枪 战得笔直 很有军人的味道 青色的脸庞和笑容 和现在的他几乎没有多大差别 照片里的他也是获得了网友们的一幅赞美 怎么会有这么可爱的小姐姐 大家很喜欢的演员行飞 很多人都知道他曾经练过杂技 却不知道 当初行飞还是广州军区文工团文艺兵 曾经得过奖章 立过三等功 不得不说行飞真的好优秀 在部队是优秀的一份子 出来演戏也得到大家的认可 行飞也在微博晒出了自己的军装照 照片里行飞穿着墨绿色军服 扎着两个小辫子 看着镜头笑得非常开心 镜里立正的样子真是严肃里带着一点可爱 用英姿飞爽来形容非常合适 不知道行飞之后 会不会出演同类型的电视剧呢 期待期待 而除了致敬最可爱的人军人之外 军嫂也应该是 我们要多多关注的一个群体 他们舍小家为大家 守护着人民子弟兵最温暖的港湾 张新宇其实是 网友们非常熟悉的一位军嫂了 在和军人和杰结婚后 就经常秀两人的恩爱日常 八一见军节这天 张新宇也没落下 在微博晒出了和杰的特脸照 从张新宇的文案中可以看出来 今天其实是张新宇和杰的纪念日 也是和杰的生日 还是建军节 真的是三喜临门啊 这一天一定对两人的意义重大 张新宇也是在微博对网友们表达了歉意 去年纪念日答应粉丝的人脸照来了 但不是正脸 自己真的尽力了 军人家庭本就巨少离多 能够姐夫的照片 粉丝们已经很满意了 照片里和杰不愧是在意军人 透露出来的就是军人的阳刚霸气 除此之外 不得不说 姐夫的颜值也是真的高啊 可张新宇真是郎才女貌 张新宇也在自己的微博下面调皮的评论 我是粉头 网友也纷纷调侃 知道 你是老婆粉 真的很有意思 除此之外 张新宇也说 他们才是真正的偶像 这句话真的三观非常正 大概只有君嫂才懂军人的不容易吧 张新宇真的是一位很合格的君嫂 祝大家见君节快乐 致敬最可爱的人 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越来越好